時隔多年,高雄市議會再度組成龍舟隊來挑戰端午龍舟賽 由於預期會遇上強敵市府首長隊 所以議長康鈺成就特別安排了一場專業的指導課程 聘請教練針對滑獎的動作、擊鼓還有聆聽古典的訓練 此外在集訓前也首度載了連池潭來下水操兵 有信心要奪下冠軍 在擔任龍舟隊鼓手曾俊傑副議長率領之下 隊伍兩列排開模擬滑獎動作 每位議員手持滑獎依鼓點用力向前滑 動作一致展現必勝決心 高雄市議會龍舟隊正在加緊集訓 屆時將迎戰由市府官員組成的市府隊 這是我們議長然後組隊要來對抗市府隊 那大家都覺得很新鮮 那其實如果我們一起努力來練習 我們相信我們準備好了 請市府隊記得拭目以待 很多議員同仁都是第一次 但是我想我們議會隊有信心可以贏市府隊 十年前就組隊到我們的臨演參加過 奪獎 對我來講是很簡單 古代帶動那個儀式最重要 那這樣才會團結 其實說真的非常的緊張 可以說也非常期待啦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這次議會隊還有市府隊其實大家都在有在 網路上隔空在較勁啦 我們也期待 議會隊可以擁奪夾擊 右腳踢身體帶 基本上這是一個基本動作 為了迎戰市府隊 議長康鈺成特地安排一場專業指導課程 聘請教練針對滑獎動作 擊鼓 聆聽古典的訓練 教授議員一些基本動作 讓議員知道說 華龍舟在不受傷的狀況下 然後可以提升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讓他們之後在比賽的時候 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然後基本上就是基本動作一個A字 然後到他的拉講 然後到回講 然後這個中間的過程跟整個細膩度的動作 我們這邊會再多加傳授 然後希望議員在當天有個非常好的表現 其實在集訓的前幾天 議會龍舟隊已經首度在連池潭下水超兵 即使遇上了滂沱大雨 大火還是氣勢如虹 展現風雨同舟的團結精神 而且力氣都很大 所以我們反而好像覺得還蠻輕鬆的 其實那天雖然大家都很生疏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船在滑行的速度蠻快的 我還以為有裝了莫達在下面 平時大家在議會其實蠻有默契的 然後再訓練個幾次 我相信應該冠軍就是我們 那天我們第一次在大雨中下水 其實主要展現的是一種風雨無阻 風雨深信心的決心 那各項的技巧 我們相信說只要節奏掌握得好 技巧掌握得好 我們一定可以贏私服隊 而且我們有秘密武器 當天才會推出來 請私服隊拭目以待 這次龍舟隊由不分黨派 也不分性別的議員組成 議長康玉成擔任奪標手 副議長曾俊傑則是擔任 掌握龍舟隊伍前進節奏的鼓手 陣容堅強 屆時歡迎民眾到場觀賽 為自己支持的隊伍加油 雪人財部隊伍前進